大家好,我是Stan 2018年播放的允许党2 这几天在韩国论坛突然引起了种族歧视的争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2018年3月 TBN电台在YouTube频道上传了标题为 客人表示 长得帅英文又好的以色金 得允许党2精选片段影片 而在影片里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片段 一对德国情侣在看着以色金工作后 男生对女生说 这里有长得帅的韩国男生 就是这个部分引起了争议 有网友在影片底下留言表示 这位德国男性说的德语是 这里有两个韩国男同志们 这不是称赞长得帅而是种族歧视 然后在另外一个片段能看到 一对情侣中的女性看到以色金后说了 那个人一定是混血 这个部分也被很多网友们表示 只要亚洲人五官分明的话 就会被问混血还是整过心 西方人以为亚洲人长得都像花木兰 其实在2018年影片刚上传的时候 就有人留言指责过这个部分 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议 但是在前几天 有位网友再次将这个内容上传到论坛上后 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允信当制作组没有剪辑这些有问题的发言 甚至还造假的字幕骗了观众们 真的太可恶了 或许会有人说男同性恋 混血不是种族歧视 只是说说而已 但是有在欧洲住过的人 绝对不会那么想的 他们下架了影片 之前只有几个人抗议的时候什么都不做 引起争议了就马上下架 对 目前已经下架了那支影片 每次看到欧美地区种族歧视 很严重的新闻的时候 都会觉得真的有那么严重吗 是不是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发生一次的话就会上新闻 有住过或者是争住在欧美地区的大家 能帮我解答这个疑惑吗 下个消息是 被自己的亲哥哥欺骗了30年的Pak Suong 昨天决定战士听着出言Miu Nuriseki了 4月3号Miu Nuriseki制作组发出声明表示 Pak Suong传达了自己与母亲 想要战时休息的内容给制作组 并也向观众们道歉引起争议的部分 然后昨天有告诉过大家 Pak Suong决定向亲哥哥提告的事情 对此亲哥哥方终于也站出来对媒体表示 Pak Suong如果提告的话 自己也会在法庭全力对应 一开始就说过了 如果会计上有问题的话 透过法律解决就可以了 现在准备大口的高中二年级女儿 因为虚假事实 被周围的朋友们孤立尔受到了打击 目前正在接受精神课的质量 无法正常进行学校生活 对于这个部分也会采取法律对应的 请不要再以虚假事实折磨我们家人 我们希望能早日解决法律纠纷 家人们能重新和睦相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女儿的痛苦不是因为Pak Suong提告 是因为爸爸敲诈弟弟而造成的 太傻眼了 女儿的痛苦不就是父母亲造成的 还推到别人身上 不是不知道 是想利用女儿来打舆论战 应该是知道Pak Suong为家人着想的性格 所以才会故意强调精神科治疗 真的不是人 只有你女儿重要 弟弟的痛苦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吗 这种的也能叫家人吗 看Pak Suong的性格很可能会原谅哥哥 如果真的原谅了 那个不叫善良 是叫傻 真的希望Pak Suong能在最终关键 不要心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Pak Suong 金 2x2 苏宾的共同点 只是做一下切切动作之后 直接吃掉 切下适当的一口后 吃没切的那一块 两个人的生日只差一天 所以会戴一样的生日帽子 这是金借给Subin的 都能净化眼睛 平均 白意 黄均 凉 白意 黄均 下 valve 滴 六 四 感谢观看